一聽到大麻就覺得是個禁忌的話題 但是現在保養界也推出很多含有大麻籽油的保養品 據說對皮膚好處多多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其實我們要探討的是大麻的議題 那我當初把這個議題丟出去的時候 我跟我同事都在討論 我真的適合來談大麻嗎 因為我本人真的沒有大麻的任何經驗 所以呢 我就在想說 我應該要找一個了解大麻的人來跟我一起聊這個題目 然後呢 因為現在Podcast很紅嘛 那裡面有一個鬼島之音裡 驚奇律師在主持一個大麻煩不煩的節目 大麻律師 為什麼你有大麻律師的封號 因為我只做大麻案件的 所以聽說 你以前晚上都去怎麼樣接Case 就是那時候剛回國啦 那也不想去上班 所以晚上我去夜店等了一見 然後只要有人被抓到 就是身上帶有什麼大麻啦 什麼K啊 什麼東西被抓到 所以被帶走嘛 然後就去陪真這樣子接收陷阱 你就是說趕快委任我 趕快委任我這樣嗎 現在就是現在夜間陪真 一次一萬塊喔 不要就算了 所以然後就是他們就馬上就說 OK好吧那就可以 所以你就就是大麻律師的聲明不盡而懂 但是只做沒有那個是只做很小一段時間 因為我媽媽生氣 每天都去夜店是怎麼樣 是自己想要去幹嘛幹嘛嗎 是啊 是啊 我本來想說保養品的部分我自己來解決 沒想到 他帶的保養品比我還要多 就想說 這律師對於大麻的研究之深 而且 所有的大麻大概全世界上 可以搜到的大麻種類的保養品 大概你都被你搜了吧 應該沒有啦 這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收藏者 可是也是比我多這樣 對 那而且呢今天大麻律師帶了一個東西 令我覺得非常的緊張 就是他帶了一個這個 我想說天啊這個會不會犯法呀 合法合法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這是大麻籽啊 大麻籽就是 大麻的種子 就是我們看這些 這些 的原料 大家可以看圓形食物嗎 不是啦 所以這個是 是因為為什麼它不違法 它為什麼合法 因為它是熟的 因為熟的就 你就不能把它擋起來 就種不出來 就是這個其實在蝦皮就買的到 熟的 熟的 像銀素質我們會拿來做貝果 可是生的銀素質就不行 就是它不能夠再長出來的 對啊 像你今天也帶了一個 令我覺得很神奇 這個嗎 這個 這個是大麻的金做的東西 這是 大麻是枕珠可以利用 它種子炸油 那金的話是做成就是衣服 那這就是 繩子 這個 這個 HAM 做的繩子 不要以為這國外帶回來 這是我在慶城街大創買的 大創就買到這個 那大麻做的繩子也比較耐用嗎 對啊 它以前就是在航海時代是作為 就是航海的那個繩子的 好發生就是 大麻的繩子 所以其實大麻運用在生活上是蠻多的 因為我之前有聽過大麻的這個布料 好像對我們也蠻不錯的 對啊很透氣 只是我還沒買到 不然其實就會帶 應該蠻好買到的吧 沒有 我覺得很醜 沒有買到實 因為大家做的不夠時尚 所以請就是大麻布料 請做一些時尚款的衣服 驚奇律師 我想問你一下 因為啊 現在我知道 台灣有進口很多就是 大麻紫油成分的化妝品 可是我問過他們啊 幾乎全亞洲只有台灣能進耶 這為什麼啊 其實亞洲日本應該 但日本跟泰國應該也是可以 那因為我們的法規比較細緻 我們有說大麻紫做的產品是可以的 台灣為什麼說可以 是因為我們有火麻人 我們的中藥材沒有火麻人 所以台灣跟日本的法律裡面是說 大麻的 就是因為大麻枕株是違法的 可是除外就是大麻的種子 還有它成熟的精 它只要產品裡面 四輕大麻分就是THC的含量 低於10ppm以下就可以 那THC應該要跟大家講一下是什麼 因為這感覺有點難 然後THC就是 會讓你嗨的成分 就是大麻裡面 四輕大麻分 對 所以會 海報 就影響那個我們的 精神活性 就會讓你嗨 就真的是有點那個毒品等級 對它就是毒品 它就是二級毒品 對 那我想問一下律師 以你對大麻的研究 為什麼最近台灣又開始封 或者是也許在歐美已經封一陣子了 為什麼大麻的成分 現在這麼紅 應該說大麻它本來就是一個 在人類歷史上使用大概五六千年的植物 那因為1920年 1930年代之前 它甚至是一個國際流通的一個農產品 但是因為美國那時候毒品戰爭的時候 就把它BAN掉 就說它就是違法 那導致說大家要做這些產品就很麻煩吧 對 但是最近這幾年來它法規逐步放寬 那加上我們剛剛說的大麻籽 它其實有非常好的成分 它甚至可以拿來健身拿來吃 健身 這是健身 這是那個 像這種啊 這也是大麻籽 這是燕麥之類的嗎 這是大麻籽 喔它是大麻籽 脫殼的大麻籽 喔它就是大麻籽 本人 脫殼的大麻籽本人 就是這是原料嘛 然後這個是精緻過 就是它把殼弄掉變成這樣 糙米 所以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我們吃的健身可以 對啊就是健身它就是油分啊 就蠻好的 兩號的脂肪 之前啊有一個就是 跟保養品跟大麻有關的一些新聞報道 就是Makeo 它有代理了一個就是 含有大麻成分的保養品 結果好像是被告還是被抓什麼的 這個律師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聽說後來是沒有 是合法的 對不對 其實Makeo那時候的事情 其實就要講到CBD大麻二分 大麻二分是大麻裡面不含精神活性 就不會讓你害人成分 可是它因為有很多舒緩其實 真的有效的成分 其實是這些大麻二分的東西 Makeo那時候就是從 日本代理的大麻二分CBD的面膜 這不是它代理的啦 就是有點像這個東西這樣 這樣子一小片三塊美金 那它當時沒有賣這麼貴啦 Makeo 那時候衛福部就說不行啊 你這個成分怎麼可以放在保養品裡面咧 然後他們就打關子 就打打打打打 因為其實 在那之前也沒有說不行 所以Makeo贏了 反正說贏了太好了就繼續賣嘛 對 所以贏了隔天沒多久 衛福部就說 好囉 以後有CBD的東西都不准給我加在保養品裡面 現在它就是藥 所以宣布說藥品液管 導致說我們這些東西都進不來 都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它要賣它必須是 類似是含藥的化妝品才能賣對不對 對 但是它又說這個成分不能加在化妝品 可是CBD是真的有效對不對 它就是大麻二分 可是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精神狀態 是真的可以舒緩放鬆 對 舒緩放鬆然後那個修復 像譬如說 在國外像這種刺青丸的刺青膏 刺青丸的修復膏 它就是裡面就有加CBD 這個要小心啦 這個買的時候要注意它不要買那種超過 有的產品會超過我們台灣 含藥的限制 THC的容須標準所以變成二級毒品 那因為我有看過 就是我買的那幾個牌子 我有研究過說它絕對不會超我標 所以我才敢戴 所以你還會看得懂成分啊 要標示 要小心這樣 對 那可是像國外如果賣 含有CBD成分的保養品 它會標示得很清楚嗎 還是他們 他就會寫說CBD如果是保養品 它裡面的THC一定不會超我標 不可能 因為我知道有一個化妝品公司 他們其實在美國也有上市 含有CBD跟不含的 那他們其實明年是希望能夠 引進不含CBD成分的大碼 不含不含 因為目前台灣不行 不行 可是他們其實有CBD 只是不能進 那就是要靠律師去推動 就是看能不能就是 含有CBD的含藥化妝品 是可以被認可的 這樣子 去日本玩也可以帶 日本玩 唐其科的就有賣 那因為最近啊 台灣的這些禁的 所有含有大麻籽成分的 都是利用大麻籽油 那他們就是標榜 因為大麻籽油 其實就像一般的油一樣 它就是經過冷壓萃取 然後含有就是 Omega369 那就是對人體也是很好 所以那我知道 其實在律師的收藏品之中 也有很多 不含有CBD成分的 大麻籽油的保養品 那你 你可以來介紹 有哪些比較特別的嗎 大家應該有用過 那個Dr. Bronner 對 那個液態皂這樣 他們也有出這種軟膏 它裡面也是大麻籽油 也有含大麻籽油啦 對還可以 這個是就是擦在一些 發炎的地方的舒緩 或者是譬如說你被蚊蟲咬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擦 就是一個萬用膏 萬用膏的概念 對 而且它有就是那種薄荷 那種涼感這樣 還沒有加薄荷的 對喔 沒有加薄荷 對 那還有就是同樣也是 Dr. Bronner的護唇膏 它也是大麻籽油 就Hemp COO 然後 這個是大麻籽 我覺得蠟燭 香氛蠟燭 這個也是舒緩膏 就是疼 這邊痛那邊痛的 椰子油跟大麻籽油 其實都是好油啦 都是對我們的皮膚好的好油 這個就是你疼痛痠痛的時候擦的 那剩下的就是這邊 對 美鳳也有 對 因為我今天就想說 我收集的東西應該夠多嘛 可是因為律師一來 他的整個包袱 他的行李包一打開 我整個嚇傻 天啊他收集的比我還多 那有共同有兩個 就是我們兩個都有這 這兩樣東西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是媒體小破 我覺得應該在台灣 台灣算是最早最早 進大麻籽油的這個護手霜 他們一整個系列的產品 對一整個系列 對 所以他們算是我們台灣 擁有大麻籽的一個 就是十足吧 那他這個護手霜 你有用過嗎 有啊是第二條 他其實很滋潤 對 對他的保濕效果蠻好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 欸其實原來大麻 他的保濕成分 算是在皮膚上面是蠻 用處蠻好的 所以這個大麻籽的這個護手霜 其實一直融燈他們的明星產品 那今年呢 我其實還有一個新東西 是剛剛律師說 你有我沒有 對 就是這個 居然有出這個 對就是他們今年有出這個 大麻籽油的一個動模 他其實就是像晚安面膜的概念 他就是其實他不是透明的 他就是 那大麻是這個顏色嗎 是 是這個顏色 那味道呢 不是很像 有接近了 有接近了 天啊這個我沒有請到你來 誰能夠回答這些問題啊 那他這個 他這個動模其實就是 希望你就是在晚上睡前 可以敷在皮膚上面 要洗嗎 他是說可以不用洗啊 可是第二天 他就是讓你就是敷著睡覺 第二天就是你把它洗掉 你就覺得皮膚很滑很爽 很保濕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那這是他們今年的新產品 聽說賣的也還不錯 那因為他們其實是 已經算是大麻專家了 就是市面上就是 擁有大麻系列最多的人 還有第二瓶啊 我們兩個都有拿的這個 Caos最新出的這個 大麻紫油的精華 可是 你的怎麼跟我講的 有點不太一樣 我這個是我覺得我的 滴管比較高級 因為這個是台灣才剛新上市 前兩個月才上市 我這個是去年在 美國的Outlet買的 它其實在外國一陣子 對啊 都已經進到Lad了 對耶 可是好啦 反正你的感覺你的 滴管比較高級 可是台灣賣的是這個 就台灣 那我如果大家要買 就是在台灣整會買的是 這種壓的滴管 那它裡面啊 其實我知道是利用的是什麼 德國有機的大麻紫 那就是 我發現一些專櫃的這些 使用大麻紫油 他們都標榜有機栽種 一定要 對 一定要 為什麼 因為大麻是一個 會吸附土地毒素的一種植物 所以它是在 某一些受輻射污染的地方 它是用種植工業的大麻 去把土地裡面 污染的物質吸走這樣子 哇 它大 怎麼這麼好用 所以它一定要有機栽種 不然它的植物就會 充滿了那個土壤的毒素這樣 喔 欸這個很 我覺得難怪想說 為什麼我讀資料 大家都標榜它是有機栽種 對 但是大麻它這麼厲害 它還可以把土壤裡面的毒素清掉 沒錯 所以大家才要用有機栽種的方法 他們是說 就是如果你的肌膚發炎了 就是你長痘痘一定是發炎嘛 所以你就必須要舒緩它 它會有泛紅的現象 所以大麻紫油也可以就是 讓你舒緩 舒緩發炎的肌膚 那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通常容易長痘痘的皮膚 都會可能比較油一點 像我自己也比較油 可是它就是用油 去治療油痘肌 然後呢 而且它的油 我覺得蠻清爽的啦 就是擦上去之後 就算是夏天 其實你塗完整臉 你也不會覺得很油 只用上來還蠻舒服的啦 所以它的味道 其實就是油的味道 很天然 那除了這一款油之外啊 其實現在有另外一個產品 就是EBLO油 用大麻子油 你要幫我試試看 太好了 今天好多新產品 它其實裡面還有八種植物精油 那它裡面也含大麻子油 那它其實是讓一些比較乾燥的皮膚啊 或者是比較敏感的皮膚來使用的 那就跟這個Kiehl's的這個訴求 比較不一樣 只是它們同時都有用到這個 真的比較滋潤一點 很多 那除了大麻子的這個油之外啊 我這邊還收集到這一瓶 這是英國的牌子SIMPLE 它專門是就是針對敏感肌的皮膚 使用就是比較簡單的成分 然後可以幫你舒緩正經 那它這個也是在今年推出了這個 可以舒緩正經皮膚的保濕乳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覺得它的包裝很可愛 就很像藥 真的 就是皮膚科醫師 如果要開一些藥 好像真的會用這種包裝欸 它比較不會汙染啊 因為我就是冬天不喜歡太厚重感的皮膚 那個保養品 那它擦完其實就是很清爽 覺得真的很清爽 對 很清爽厚 那因為這個是擦在臉上的嘛 也可以讓你的皮膚有保濕之外 還就是很滋潤 然後很清爽這樣 台灣就買得到 太好了 而且它也是跟我講說 全亞洲只有台灣賣 其他國家都沒有賣 找不到 對 所以稀有性蠻不錯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要說的這個BENVOL 這開起來蠻貴 BENVOL 這個也是蠻貴的 對 它們家的產品也就是以那種療癒感為主 那它的這個膏跟你剛剛那個萬用膏 可能也有點雷同的效果 你看 是 就是這種膏 膏類 對 它就是 它這個膏其實是可以讓你就是 按摩穴道 對啊 這比較高級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BENVOL這牌 它真的很高級 就是說如果你有些穴道 你可以就是 藉由油啊 就是按摩 按摩完之後就是我覺得 真的療癒的效果蠻好的 所以 這些大麻就是 伴我們就是 放鬆舒緩 有很好的效果 抗發炎 抗發炎 對 所以其實大麻不要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很禁忌的話題 其實 你看 這麼多的保養品 幫助你的肌膚 幫助你的心靈 大麻真的好像 因為我剛開始一聽就覺得說 天啊大麻這題目能做嗎 大家能接受嗎 所以我想要 知道 就大家 能接受這個題目嗎 如果覺得這題目不錯的話 請幫我在下面留言 然後因為 那個大麻律師自己也是在 在推動大麻合法化是不是 是哪一方面的合法化 終極目標當然是全面合法啦 但是就目前的台灣 應該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首先 先至少開放CPD吧 我們真的 真的女生真的很需要這些東西 療癒 對 全面合法大概要10年吧 但是 這些應該蠻快的 就是既然 因為真的是 民眾很需要這些產品好不好 CPD應該很快 CPD衛福部有說 他不是管制藥品啊 對啊 所以你只要上網申請 就可以進口 就可以自己買 買來自己用 那如果說你還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如果你對大麻還非常的有興趣 歡迎也在告訴我 我在找既旗律師 一起來我們來聊聊大麻保養方面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